这是什么情况 让拥有着金钟罩护体的武僧一龙 居然被对手一脚抱头KO 一龙抢撑着身体缓缓站起来 但已经神识不清 在台下观战的女粉丝 直接袍桃大哭 看的人真不是滋味 这个嚣张KO一龙的老外名叫鲨鱼狼 此人是泰国的泰拳四大天王之一 自从来华KO武僧一龙后 也是让他变得越来越嚣张 在社交媒体面前狂妄叫嚣 扬言中国功夫都是垃圾 只适合老人小孩健身用 上了擂台简直不堪一击 面对嚣张跋扈泰国选手挑衅 中国太极传人韩飞龙也是看不下去 容不得老外在华如此放肆 势必要将嚣张老暴揍一顿 韩飞龙不仅要展示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 也要为武僧一龙复仇 韩飞龙在擂台上打法灵活飘移 尤其是绝招舍身踢更是一绝 让无数老外闻风丧胆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韩飞龙如何暴打老外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 韩飞龙率先使出低扫试探 鲨玉郎则是丝毫不惧 满脸不屑的眼神看着对手 根本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 突然在试探过程中 一记扫踢击击中大腿内侧 韩飞龙也是被彻底激怒 猛扑上去抡起拳头狂轰 这时鲨玉郎不停逼近控制 使出一记高扫攻击时 结果被韩飞龙一脚扫翻在地 起身过后 鲨玉郎有点畏惧放不开 韩飞龙直接压上去就是扫踢 随即又是一记舍身踢爆头 鲨玉郎又被批翻在地 随着比赛的进行 韩飞龙使出一记高扫攻击 结果被对手截住后手重拳迎击 紧接着又是顶膝肌腹 韩飞龙也是被彻底激怒 直接打出左右摆拳爆头 鲨玉郎也是丝毫不拒 硬扛伤害随后抡起拳头反扑 韩飞龙被打得连连后退 接没调 然后现在我们呼声已经不由自主的降级 再主动一点 虽然说这会儿鲨玉郎要开始发力 这个时候不要直接退 如果是退的话要两边撤 这时两人互抡重拳对轰 谁都不拒谁 就是枉死的干 韩飞龙更为主动一些 不停用扫踢爆竿 双方还在攻击时 比赛的铃声突然响起 两人打满了三个回合 韩飞龙也是以绝对的实力 擂台上碾压鲨玉郎 打低鲨玉郎只能抱头数窜 最终韩飞龙也是以点数比分优势 拿下比赛胜利 为国争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